欢迎收看第2位黄金线 我是就位苏宗怡 一台车开久了 你就会慢慢发现 它到底跟你一开始预想的已不一样 例如一天到晚在家人出游 是不是没有你想得那么舒适呢 或者意外发现了什么优点呢 或者真的想去干嘛 载人载物的时候发现空间不够用 产生了新的困扰 其实无论是优点或缺点 就在这一天天当中会浮现出来 那今天来到黄金线的艺人好朋友呢 他就是买了一台非常热门的中型修旅 那自己也觉得应该蛮适合自己的需求的 可是他想来问问有经验的达人朋友们 如何能够善用自己的车 来完成想要的车速体验 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他 欢迎我宇飞 哈喽大家好我是宇飞 宇飞今天是来学习对不对 你是这么说的 对我是一个就是在车子界的小白 小白 小白开车多久了 小白20岁的时候考到驾照 但真正上路的时候是30岁 时隔10年 对 那一定有故事 今天车也来了 对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他所买的任文修旅 其实就是Raffle 路上兄弟姐妹特别多嘛 对不对 就是加家人差不多4个 如果车子坐满的话 那你自己在路上的时候 觉得他的能见度很高 对不对 对 当时是因为觉得 这应该是可靠的车 所以才买吗 其实就是我爸选的 我就是个小白 爸爸的选择 爸爸选择就一定不会错 对 是不是这样 对 爸爸他有个考量是因为 我家不是住在市区 我家住新北市 然后我要去市区 或是去哪 我一定要上高速公路 所以他就觉得要找一个大台的 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这并不是你第一台开的车 对对对对对 你之前开什么车 我之前是开Tiena 那是大型房车 对啊对啊 很大台 所以我一开始就很抱怨说 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这么大台的 真有够难开的 然后结果现在就很习惯 反正开小的不习惯 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拿到驾照开的第一台车 是Range Rover的一台中古车 你真的拉那么大 然后我先生就说 你只要会开这台车 以后你都不怕 这样我觉得确实有用 我现在很会听出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尺码上 Range Rover其实比你一开始开的天哪 大概还要短二十几公分 对对 它比较小 只是但它又比较高 高二十几公分 就是这样的一种 SUV的特性 你自己在开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是很有优点的吗 是啊是啊 就很多死角就变得不见了 因为高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 像有时候可能 比较矮的小孩啊什么的 或是小狗 那他们经过我的时候 我就其实也比较看得到这样子的 所以入门的时候就开大车 就是练嘛 对练啊 但我怎么眼睛一瞄 怎么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说他还蛮明显的 来来来来来来 伸手果然很矫健 等一下 常常参加竞技类有差 这个我刚刚有问过 我觉得他是因为 Raffle太平常了 他扔不出自己的车 今天这么难得 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特别彩绘了一下 哦这个彩绘不错 怎么回事啊 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谁帮你踩的 我也不知道谁踩的 我真的就是停在路边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 怎么变成这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谁弄了 这真的不是我撞的 因为这么深 我撞到我一定有感觉 这真的不是我 我就是很倒霉 停在路边 这个我有经验 我也有一台车是这样 然后我都怀疑 是电线杆来撞我 对就是这样 我真的不是我撞的 真的是我停路边 然后有一天就发现 变这样 好 但你看哦 这个伤就是 哎呀就暂且 留作纪念了是不是 呃就 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心里难受 但没关系 因为雨菲觉得 这一台车 开出去的时候 比起你原来 你刚刚提到的 那个视野是好的 嗯 你自己在开的时候 慢慢发现的优点 有哪些 嗯 嗯 我最明显的感觉 是那个回转半径 哦 对 因为就 就小白嘛 上路就很长 开错路 就必须要回转 然后铁娜 回转的时候就 啊 过不去 然后再倒退一点点 这样一直看后面 有没有车要来 但这一台就 就过来了 其实Rubble的回转半径 我记得也有五米五 五米多 对不对 因为它的车长四米六 但是Tiana车长 因为来到了四米八多 所以确实啦 嗯 对不对 就是你回转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费劲一点 对对对对 哦 然后选的这台车 就是这个就很 比较省心 对对对 嗯 那还有哪些优点 嗯 哦 空间吗 空对空间很 比较高 也比较大 然后上下车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 我们从这边来看 好 空间的部分 因为宇飞自己高 嗯 你大概身高是 170 嗯 家里的平均身高 大概都 我就是最矮的 我是家里最矮的 嗯 所以就是 在上车的时候 我们就 也不会有一个 那个落差 就是要突然 蹲下去很多的 那个落差 我就是 请问你平常是家里 有小朋友 要坐你的车吗 没有就是 之前参加一些 那个运动类的实境学 所以还有一些器材 好多小朋友的球 这是之前练习会用到的 小球这样子 对对对 了解了解 好 那空间的部分 就 他真的是很随意的 就来上节目 他也没有说 刻意一定要把他们 全部都收起来 是 所以大概这就是 你平常最真实的样态 对不对 我通常是坐前面 这台车我比较少坐后面 但坐后面就是 难得坐后面的时候 有会发现说 哇 其实很舒服 因为就是我 即使坐在这边 然后我不用真的很 靠到后面去 然后我这边都还是 有一个拳头的空间 这样子 对 所以像我这么高 坐在后面 都是觉得 没有被压迫 然后很舒适的 就算开长途 我朋友坐后面 我开去墾丁的时候 我朋友他们坐后面 也都觉得很OK 这样子 就觉得 哦 你这台车挺舒服的 对对对 那有称赞你的技术吗 呃 我们先不讨论这题啊 哈哈哈哈 开过大车的女 其实我应该是觉得 你知道胆势各方面 都比较够的 没有啊 我都很小心啦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 就是比较出之大业 然后上了路之后 真的不是闹的 然后所以我就很小心 朋友圈是怎么形容你的技术 略略透露一下 还是说 为什么跟你讨论开车这件事 他们就是 如果会开车的人坐我旁边 他们会有点紧张 那不会开车 大部分也都不会开车嘛 所以他们就 坐在后面也蛮自在 然后我真的也都 所以你是小白他们更小白 对 我觉得速度都会放很慢很慢 这样子就是 以安全为主这样子 就算后面的人拔我 可是我不确定 我也不敢就是 你会归速吗 我会比 如果是不熟的路 我可能会比那个限速 再低个五到十 那也还好 反正就是限速内 对对对对 安全的开 对啊对啊 对这台车现在 你的使用率是 频率很高的吗 我几乎只要出门 我就是开车 所以拥有了车之后 真的就是会加深 你自己想要用车的那种欲望 对对对对 然后后座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有提到了 宇飞今天为什么来黄金线 带来他的车 是因为他很想知道 买了这台休旅 然后都看到别人 已经有开始车速了 自己就也很想要 是 能够去车速 对 就发现说 哇现在这车好大 我好像就可以开始执行 我很想要露营的这个梦想 然后就买了帐篷 然后就发现 搭帐篷真的好累 我们还是尝试一下车速好了 东西真的多 我是第一次在人家后车厢 看到菜篮子 真的吗 我原本这边还有一些食物 因为有时候时间太赶 会来不及吃饭 我就有放夜卖棒什么的 那这个是要干嘛呢 这是那个 那个露营的帐篷的地点 所以你是有在露营的吗 对 对不对 对 只是没有车速 我没有车速过 我一开始想着要车速 可是因为这个 这一台它的那个 后面那座椅 如果倒下去的话 会有个高低落差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先把它倒下来看看 好不好 后座倾倒一下 但是因为后座 这里放了很多东西 所以看不出那个高低差 但确实它是 有一点落差在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没办法躺平 我们等一下来问问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不好 这也是宇飞今天很想知道的 那这一台车 我们继续进到车内 来看看它在使用上 因为它有安全辅助嘛 对 对不对 你知道最常用的 喜欢跟不喜欢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好 好 其实作为一个新手 开车 虽然拥有驾照很多年 但不代表你非常认识车子 对不对 对 所以宇飞从田南 然后换到了Rubbo之后 应该有感受到这种 新世代的科技 可以给你的辅助跟帮忙吧 对不对 所以那些什么 驾驶辅助你会用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是那个什么 360度环境 对 因为我以前就停好车之后 我不太确定说 自己是不是在那个格子内 我就要开车 每天要去看一下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看这个 荧幕就好了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真的很可爱 就是第一他不知道 后座座椅怎么倾倒 第二他不知道 方向盘可以调整 然后不知道后面的那个 拉帘是可以 对 可以调整的 对 那拉帘可以拆掉 对 都还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那今天真的 有多认识一点 快救救我 很好的是不是 好 那还有什么功能 是你觉得非常好用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棒的是就是 他不用拉手煞 嗯 他就是直接打了P档之后 他就是手煞也帮我拉了 因为我以前 这里电子手煞车 对我以前很常忘记拉手煞 平路还好啦 对对我但我也都是在平路 对啊 没有拉手煞 对其实还好 除非你是在斜坡 那确实太危险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这台车上面 其实我发现因为你个人的物品 真的非常非常多 是 所以你觉得他的收纳空间什么的 都很够用 很满意 对啊 就是放饮料的其实都还蛮多 这边有两个 然后门边其实也都有 嗯 就可以 又喝水 又喝饮料 对啊 对啊 我发现你就把它都塞满了 嗯 好 所以想要车速的这一件事情 对他来说 为什么 一直有个欲望 想要完成这件事 就很想要 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露营 那可是女生嘛 那去到荒郊野外 我觉得多说少少还是要顾虑一下 自己的安全 那如果只有帐篷 就是一个拉链 我自己也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然后就觉得说 那在车子里会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solo camp 哦 所以这个很特别 他原来是为了想要 独自艺人去露营 嗯 所以想要车速 嗯 对不对 因为露营大部分的人 是乎棚一般的 对对对 但你反而是想要 自己一个人挑战看看 这样子 但还是有设想一下 嗯 自己的安全 要对自己负责呢 嗯 还有就是你该注意哪些事项 对对对 今天前辈很多 针对你的疑问 嗯 还有现在可能的一些障碍 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请教各位达人朋友们 车速族必备的装备有什么 停靠地点该怎么选 如何选舒适的床垫 以及 如果我的车第二排座椅 车到有高低差 可以解决吗 先来请教一下乃哥 因为你也开始车速了 是吗 而且听说 我落高哦 东西忘记带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一次的车速 应该是说 是被迫的 因为为什么呢 谁敢敲破你 对我是被迫车速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骑摩托车环岛 尤其在廉价的时候 低饭店很难定 所以我骑摩托车环岛的话 如果要找地方睡觉的话 其实我跟雨菲担心的是一样 我一个瘦肉的男子 然后要睡在路边的话 我也会担心我的摩托车安全 是担心摩托车的安全 因为行李绑在上面 对不对 就像帐篷一样 歹徒一开就拿走了 对不对 我就会很担心 所以最后呢 我就这一次就选择了一台 这个器人座的车 然后我把摩托车就塞进去 这个情况我已经好几次 大车装小车 大车装小车 然后这样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赛格威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去一个地方 晚上你想出去的话 你骑摩托车 我怕吵到人 可是你知道吗 赛格威很占空间 很占空间 又很重 但是我跟你讲 你选的车就很重要 我装进去之后 是因为晚上我发 我不用发动 不会吵到别人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 我带了些什么东西 我除了带一台摩托车 我还要带一个板子 然后我还要带 棉被 棉被 对 结果你看 我把摩托车放上去 然后固定 行李箱 什么都带了 结果你知道 我还准备了一个行动电源 大科的行动电源 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忘记落高吗 刚刚讲到落高 我忘记带什么 我一天 我一直想到是我要如何把我的摩托车照顾好 结果我忘记带了 摩托钥匙 哈哈哈哈 我忘记带了碎电 哦 然后我也忘记带了那个枕头 啊对 拐不得我看 难怪我看你以手为枕 我想说哎呦 这是我拍拍的时候觉得很帅吗 看起来好像被家里面赶出来 但是你知道这一次的 因为我上次车速其实是用同样的车款 但是它是货车版本 你知道这两台车的差别有多少 我本来说啊完蛋了 我忘记带床垫一定超难睡 结果我告诉你 平整两个字无敌 太重要了 那货车版本是什么呢 它是一根一根一根 为了货物滑动方便 所以它不平整 所以睡起来你没带床垫 大概受不了 对 可是我刚刚跟小坦聊 我说其实带床垫对我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蠢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的床垫 充气床垫是十几年前买的 它不像现在床垫那么舒服 所以也就是说你充气之后 你会用一个很怪异的姿势 睡在上面 然后隔天腰酸背痛 就是说你的屁股还是接触到地板 然后其他的东西补起来 然后你会觉得充气的气压不够吗 我都已经把它打成椭圆形了 那应该跟体重有关 没有 但是应该是没有关 那跟科技跟时间有关 跟年代有关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 电一定要选择 然后第二 水要准备 你就可以很安全 再来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干了一件蠢事 就是我不到露营区去露营 车速 原因是什么 因为假日 根本订不到 所以我就选择了 平车场 偏远的郊区 就是又发生的 就是宇飞说的 人家跟我讲 我第一天 第一天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乃哥你在那边 那边三不五时 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我就知道 选错地方 第二天我就选另外一个地方 也选错了 我选在那种 大的西滨公路旁边 你知道那是什么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 会有大车经过 伴随着啵的喇叭声 整晚睡不着 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 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 是因为之前我在日本 去环岛的时候 也是车速 可是我停呢 就是我就是停在大马路旁边 可是晚上就是很安静 当然就会景区 跟台湾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在台湾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安全很重要 就是说 不要太偏远地方 第二你也不能偏到 只剩下那种 满载鸡汁鸡蛋的卡车 在奔驰的地方 你也会睡不着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 水电枕头 一定要带齐 有时候你觉得 最不显眼的小东西 它就是反而最重要 是吧 但是刚刚乃哥 已经有多少提到了一点 地点的选择也很重要 那车速停靠地点 而且如果雨飞 她真的是一个女生 她要车速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个安全 太重要了 那你怎么建议 呃车速地点以前 我常常睡车上啦 所以我给一些建议 就分两种 家庭没温暖 就吵架 没有啦 自己想要去清静一下 有两种 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你是在市区 刚刚乃哥讲的 你千万不要去停在什么 便利商店停车场 看起来安全亮 我刚才晚上吵死了 对 而且晚上的时候 隔壁的车发动 你会听得特别清楚 什么牌子的人都听得出来 就是这些地方 还有上省道啦 或者主干道啦 越大条越亮的 其实其实是越吵的 你要弯进去里面一点点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 你要带旁边的那个遮布 要把你遮起来 尤其是女生 你不要让他看到里面 车子在干嘛的 因为有一次 我是在外面睡 然后呢 我我还有带一个东西 是我窗外摇下来一点点嘛 然后因为那天太累了 我弄完车忘了洗 我就倒在那边 然后后来就有人摳我的车窗 说那人是怎样 是翁姓的 他说歐巴桑 哭哭 年轻的 后来又叫了警察 我说没啦 我在车速 对所以要注意这个 然后要带那个 那个那个 通气网 就是车子 其实这些都买得到 因为你要保持通风 那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 比如说去露营 对不对 第一个你要 其实最好是白天去看场地 你不要晚上到了很暗 然后停好了 然后早上一起来 哎呦 怕死人都摸 这样子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停在悬崖边 然后因为你晚上 其实你看不清楚 真的 你晚上很暗 像我们去一些 夕队啊 那个那个去 off floor的时候 西边其实也要注意 有时候水突然就来了 对啊 所以呢 你要看他的干的 跟丝的地方交界 然后最好是晚上可以看下去 人要下去 你不要停了就睡了 下去看清楚 像我们之前有去睡过 那个像神秘沙滩 那个那个地方 有没有 那个就很重要 第一个他旁边就有悬崖 有落石 你晚上看不清楚的 你一定要早上 之前新闻也有报嘛 就是有车在那边 因为他有几个地方 朝涨上来之后 你是开不过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得要留意这个东西 还有他的潮汐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大潮 你要调查一下 还有他到哪边 他我觉得如果要研究到 你刚刚讲的这些 我觉得都不是小白会做的事 可是我跟你说 这种会出事情都是小白 对 都是小白 因为我们知道嘛 就就小坦 他们都知道 他们就不会去 那还有一个 不要停在那个潮太高的地方 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 我们到户外 他说那块是风水保地 一片青草地 对 那个草已经高过他轮胎一半了 结果早上起来都是蚂蚁 全部跑到他的那个车子上面去 还会降 还有一个更衰的 很好笑 他停在那个 没有草 那我就停在那个 那个泥巴上面好了 反正有车速嘛 结果早上的时候下大雨 然后车子就在里面打滑 出不来 然后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要先去看清楚 比较重要 然后女孩子一定要带尾布啦 我是建议一定要带布把他包起来 不然就欧巴桑敲你车窗 那人是翁心的 对要小心这一点 好那睡觉的部分 刚刚乃哥就说了 垫子枕头 但怎么样选舒不舒服 这个 乃哥说平整度很重要 其实我们一般的先背车 不管你是先背车或是乡行车 其实后座的平整度都不好 所以你的弹簧床垫很重要 我以前也是买那种自动充气的 可是因为平整度不好 所以你会人会睡很奇怪的姿势 然后起来就腰痠被痛 后来我升级我买一个独立桶了 好一点 因为其实多少可以弥补掉一些空间 可能有一些手会掉下去 不好放空 没有那么规矩的可以密合 空间 对所以就变成你要拿包包什么东西去塞 对对对对 固定好 对 把它支撑住 找不到手机之类的 东西都乱掉 可是充气床垫很麻烦 就是收起来很大一包 对对 而且你还要你还要想办法充 现在有现在有那个12伏的打气机还好 以前你还要转110 对你要转110 然后要办用吹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可以平整 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舒适的垫子 是现成的 直接可以铺100分 像那个雨菲 他女生就很适合带很多娃娃 以前我就是车上有些女生娃娃 看起来是可爱 实际用途子拿来乱塞的 乱塞 塞满风当电子 你就看到变形的kitty猫啦 还有那个 他车上很多球 很多球 也可以啦 有致震啦 但我刚刚是提醒他说 不要让他随便就放在车上 因为真的万一有个碰撞 他其实都很危险 对会滚到 怕滚到刹车 所以他在车厢上放篮子 我觉得这是值得称赞的 就是说你要去固定你的东西 其实很多露营收纳是很重要的 嗯 等一下要看到的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高难度要解决的 就是我座椅倾倒 你们刚刚都说了一定要平整 平整才有办法车速 那我就是有高低差 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因为有平整化的套件来了 稍后来看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速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道 我们现在自驾的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七央行动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游门 地床经线员邀您一起上线